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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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么做 难道就真的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他这样做 也只是缓冰之计 目前 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可他如果走这一步 就没有办法回头了 不行 我得阻止他 你等等 难道你还有 更好的方法吗 如果这么做 他一定会被骂成 汉奸和卖国贼 伯母一世清高 他怎么容忍得了这些 你先听我说 坤哥他一定会找机会 向伯母解释清楚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在暗中帮助坤哥 救助伯母 洗脱冤民 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马上 告诉朱先生 好 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 我想劝你 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不用再劝我了 我去透高课 不只是救我母亲 你要刺杀梅成仙 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越来越了解我了 为了我母亲去投靠敌人 这是尽孝 杀梅成仙为国出奸 这是尽忠 没成仙确实该死 但是你去向特高科投诚 重庆组织方面 可能会误会你判变了组织 到时候他们派人杀你 你怎么办 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或许可以帮你 向他们解释一下 但是他们未必会相信 不必了 如果你去解释的话 反而更容易走漏消息 况且这件事 本来就需要我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等我救出了母亲 杀了梅成仙 一切都会真相打败 可是 美谷子真的会这么 轻易相信吗 他当然不会这么 轻易地相信我了 这次行动的最关键点 就是我如何取得 美谷子的信任 放心 我对我的能力 还是有自信的 这不是还有你暗中帮助我吗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要换一种联络方式 只限于你我之间的联系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采儿和小夏 这个我知道 你现在这个情况看 知道秘密的人 越少越好 如果美谷子根本就是诱杀我 麻烦你想办法 把我母亲救出来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老板 来这边说 好 好 谢谢啊 欢迎下次再来 好好 好 张昆现在已经去网特高克了吗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朱先生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为了以防万一 你和小夏 暂时不要回唐家住了 先去我们的秘密联络基地 去暂住一段时间 我会让六叔 向你阿爸他们 说过过得去的理由 一鸣也需要一个新住处 能不能和我们一起 当然可以 但是这段时间 你们就不要直接和我联络了 有情报的话 就来向老何汇报 他会传达给我 如果我有事情找你们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朱先生 您是不是怕张昆出卖我们 我是担心特务 会根据张昆的线索追查你们 毕竟你们这段时间总是在一起 如果敌人发现蛛丝马迹的话 难免会对你们产生怀疑 我相信张昆不会出卖你们 但是万一 我们的工作 不允许有任何情况发生 我明白 我会想办法联系重庆方面 告诉他们没成千叛变的消息 让他们尽快做好应对 朱先生 如果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会不会对张昆不利啊 像重庆通报 可能会对张昆一个人不利 但是如果不通报的话 那就可能会对上海战 所有军统成员不利 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统一战线 联合抗战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一切抗日力量 明白 那我们立刻去通知医民 赶紧撤退 行 注意安全 知道了 老何 怎么了 我得去通知六叔医生 这段时间 暂时停止一切运输物资的行动 好 我也去通知一下我们其他的通知 近段时间要提高警惕 好 走了 走吧 科长 这天马上就黑了 张昆还没来 是不是不会出现了 魏承仙 你觉得呢 以我对张昆的了解 张昆对他母亲十分的孝顺 只要他还活着 就一定回来 看来 你对你的属下还是很了解 知人才能善用 就像科长很了解我一样 用人之前 我都会把他们调查得清清楚楚 好 我相信你的话 那我们就 安静地在这儿等着 好 好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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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哥走了吗 走了 你们俩怎么那么快又回来了 我们给你找了一个新的住处 现在就带你过去 这个地方是坤哥寻的 相信应该很安全 你们不用操心了 小夏担心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 希望你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这样我们三个人也好有个照应 是啊 你们一起 对啊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也得搬出唐家 事不宜迟 赶紧收拾东西走吧 嗯 陈坤 你来了 不好意思 请接受检查 请 请 进来 报告 科长 朕坤来了 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已经关在审却室里控制起来了 走 我们去见一下这位老朋友 没想到 在这儿跟张探长见面 这要感谢梅区长 要不是他 我们两个也不会见面 当然了 自然是美谷子客长 智慧过人 手段高明 别以为我听不出你话中的挖苦之意 兵不厌诈 对付你们 本就应该不择手乱 张盔 就别再成什么口舌之力了 既然做了阶下球 那就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会长 我既然如约来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按照之前的承诺 把我母亲放了 我的承诺是你 你若不来 我就要公开处决她 我可没有说过 要把你母亲放了 客长到底让我怎么做 才能把我母亲放了 那 那就取决于你了 是不是能像你的上司一样 对我们忠诚 我会给你时间考虑的 不过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张盔 俗话说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你要 你不要不识才句 要知道 我现在是真机处的处长助理 要收拾你 我有的是办法 处长助理啊 好大的官职啊 梅区长 如果你不想挨打的话 马上从我的视线里面消失 嗯 丁处长 你认为张坤会怎么选择呢 他必然是想好了才过来 既然是为了他母亲的安全 自然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 我想要的 是一条中心的猎犬 并不是表面上的归顺 这个我就不敢往家评测了 但是我觉得张坤 至少目前没有什么选择的预定 你们也真是没用 张坤和你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们竟然一点也没差距 客长 这正是张坤的过人之处 表面八面玲珑 要不是梅城仙叛变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寻补坊 还藏着这么一号人 张坤在租界 也算是一个 小有名气的人了吧 不光是在租界 在整个上海 名气也不小 好 或许 这就是景川大佐 要我降服他的原因 客长的意思是 我要为张坤 专门召开一次记者发布会 朱先生 坐 唐爷那边你都说好了 说好了 幸亏我大哥他信得过我 要不然这个谎还真难冤 现在局势紧张 运速物资的事情 先暂时停下来 等局势稳定一些再说吧 好 我知道了 真没有想到 张坤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美孤子 心狠手辣做事不择手段 今后我们可要小心了 对了朱学长 彩儿和小夏 您可要多关照啊 你放心好了 他们现在成熟多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好 时间不早了 先去休息吧 坤哥生死未博 我们又什么都做不了 怎么睡得着啊 是啊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张探长 考虑得怎么样了 这话应该我问您吧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准备杀了我 还是准备收纳我 有意思 我第一次听到来投诚的军统 这么跟我说话 从我踏入特高课的那一刻起 几乎所有的权力 都掌握在您的手中 几乎 您的意思是说 你手中还有权力 当然 我还有一死的权力 如果你不能满足我的请求 我宁愿一死 也不会背上叛徒的罪名 张坤 你有什么资格谈条件 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我知道的你却不知道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你觉得美骨子客长 对我还会有耐心吗 雷承仙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建议美骨子客长 去军后库伏击我们 而是迅速派人 对军统上海站各个区长 进行抓捕 对军统站的机密电台 进行抓捕 而现在 所有人都已经撤离了 也误战机 这就是你无能的表现 你胡说 他们并不知道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 他们也不知道 我已经叛变了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是 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 那你以为 伊敏现在正在做什么 客长 你都听见了啊 这明明是他泄露出去的 这种人就不应该留下 这是一个军人的基本素养 可惜你并没有 张探长 你到底想对我表明什么 客长 我为军统服务 是想建立功绩 如果您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为你们服务 也一样可以建立功绩 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 我想问清楚 山田接二客长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我们是对手 我在执行命令 可事后报告分明显示 你们是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而且把绑架到了 另外一个地点进行杀害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 什么秘密 井上公管一役 我们损失惨重 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 再次发起攻击 山田被刺杀的最后一次 那件事情并不是我们做的 只是某些人为了邀功 才向重庆方面说 山田是我杀的 其实杀他的 并有其人 我不相信 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梅区长 事发之后 我怎么跟他说的 他当时确实提出要终止行动 并说以后寻找时机来说 杀害山田的现场 有神秘刀客的踪迹 但是跟他在一起 绝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神秘刀客并非只有一个人 这件事情我们做过调查了 可惜并没有什么结果 马上上去 北股子客长 我是为我母亲来的 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会对你有所隐瞒 以前的事情确实是不说比例 包括港村阁下和川岛伊朗 都说是死于神秘刀客之手 可是至今都没有查识 你先说说你的条件 不过 释放你母亲 不在这个条件之内 必须确保我母亲的安全 这个我可以答应你 还有吗 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其他的 就麻烦科长自己想吧 对于张昆的事情 大左阁下到底有什么看法 这个人不好驾驭 用得好是一把利刃 用不好会伤到自己 可是我有信心 能够把它驯服成一条 忠实的猎犬 这个 就由你来决定 毕竟他是你的战利品 为了扩大影响 我准备为他和梅神仙 召开新闻记者会 大左阁下意下如何 这本来就是张昆的价值所在 宣传出去 也让上海的民众 对重庆政府失去信心 好 我这就去办 张老弟 你可真行啊 这一番话说得是滴水不漏啊 别说美谷子 连我都谢了 那丁处长的意思是 骗我说实话了 也行啊 放心吧 这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心里有数 瞧你这样子 一点也没把投靠过来当回事 是真心想到我这边做事吗 我之前曾经跟你说过 将来有机会 在这边给兄弟留一位子 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是现在这样的方式 不过我现在既然来了 这以后 还要麻烦处长多多照顾 尤其是我妈那边 那你跟你那个区长 准备日后怎么相处啊 自求多福办 那我现在已经跟他 结下梁子了 他要是日后敢来妨碍我 我也不会跟他客气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嗯 客长 你说无论是贡献还是级别 这张坤都比不上我 可是明天的记者招待会 怎么能让张坤唱主角呢 是 你是张坤的上司 可你往那儿一站 有人认识你吗 张坤可是租界的名人 寻补房的探长 这一点你可是比不上他 当然你也别觉得委屈 等你拿出好的战绩 你得到的奖励 肯定会比他的多 是 一切听科长安排 韩清 六叔您来了 今天的报纸您看了吗 我看了 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我去跟你阿爸说吧 行六叔 那你好好劝劝我阿爸 千万别让他太激动了 好 您放心吧 好得六叔 大哥 刚才你和韩清在院里说话 说什么呢 韩清怎么没一起进来啊 大哥 有件事情您听完了以后 您可别激动啊 什么事 张坤原来是军徒 现在他投靠了小日本 什么 你这消息从哪儿听来的 这是报纸 您看看吧 给日本人当罕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哥 我听说是小日本先抓了张夫人 张坤她没有办法 才投靠了小日本 张夫人被日本人抓了 嗯 张坤这孩子怎么回事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想办法帮忙的 大哥 张坤她这样做 也是怕连累到您这儿吗 张坤那糊涂 怕连累我干什么 说什么也不能给日本人 当汉奸哪 这将来和彩儿怎么相处 来 今天 你在记者面前的表现很好 谈吐得体 举止恰当 我很满意 多谢科长夸奖 我原以为不好 这心里 一直忐忑不安哪 科长说的是张坤 不是你 你在记者面前的表现 实在是不敢恭维 这种场面我见多了 我还是应付得来的 科长如果满意的话 能否带我见一见我母亲 你母亲一切安好 这点你不用担心 怎么 你还是信不过我 当然不是 你若是想跟你母亲团聚的话 今后要靠你的行动 来证明你的忠诚 光靠一个记者会的表现 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会用我的行动 来证明我自己的 这两个人是我的得力下属 今后就由他们来保护你的安全 快等放心 从今往后我的任何行动 都离不开这二位兄弟的支持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科长 我的属下收到消息 发现了军统的一个据点 好啊 丁处长 你就带着这两名干将 去把军统的那些人员 予以剿灭 谢 来 一鸣怎么去了那么久 还没有回来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早知道对不敢让他出去 你也不用这么担心 一鸣为人积极 而且你也说了 他是一桩出门的 不会有事的 你上哪儿去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担心死我了 进屋再说吧 报纸上大篇幅报道了 坤哥加入征绩处的消息 日本人专门为他举办了记者会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他还平安无事 也算是个好消息 这样说来 日本人已经完全信任坤哥了 想取得他们的信任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日本人 和你们那个区长 一定在重点着勘防着你 所以你以后出门 一定要小心 我会多加小心 坤哥他现在孤军奋战 他需要人支援 而那个人 只能是我 因为只有我 才能得到他的情报 既然我们没有暴露 我觉得很多事情 可以由我去做 小夏说得对 你还是尽量 不要露面的好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不过 我不能一直待在这儿 坤哥那边 还需要我跟他互动情报 我看不如这样吧 这件事情我来做 你把和坤哥的联络方式 告诉我 不行 怎么了 连我都不相信吗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这是纪律 怎么还没消走 都给我冲进去 遇到抵抗 隔山无论 是 好 快 快点 走 汉奸 抢反杠 真是不知死活 带下去 是 走 收嘴 这个助力还真是威风啊 诈父不知心所用 仗着手下有几个四企人 还真把自己当盘菜啊 在他手底下的 都是军统的精英 把那些人放在他身边 太浪费了 哼 我还真是大意了 收队 你是在寻找重庆方面的消息吗 梅成仙叛变 所有的暗语都不能用了 刚刚更新的暗语 我还不知道 那你是在找什么 我在看梅成仙 有没有在报纸上刊登什么 他会利用原先的暗语 引诱军统的人员上当 如果我及时发现了 可以去通知他们 原来是这样 好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你说 如果现在小夏 面临张坤这样的处境 你要会像现在这样淡定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对坤哥 好像并没有那么担心 我很担心坤哥的 我只不过是不表现在脸上 怎么突然间 讨论这个话题了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紧张什么 我看 我们是否应该出去逛一逛 打探一下情况 好啊 我跟你一起去 你猜梅成仙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还用猜吗 现在一定是在美骨子客场那儿邀功呢 忙活半天 只抓到两个军统的小楼了 还给打死了 这么个斩计 还有脸跑日本人那儿邀功去 现在是抓到人了 我跟你说啊 就算是没有抓到人 他也一样会屁颠屁颠 跑到日本人那儿去汇报情况 先摇着他风光几天 等他把手里攥着的 那点资源挖光了 我看他还能怎么威风 丁处长 我觉得梅成仙这个人 跟咱们以前遇到的人不太一样 他手里边不仅仅掌握着情报 而且 还掌握着很多的机密 只要他不肯把这些一下子 全部都抛出来 他一定有办法慢慢地 让日本人妥协的 掌柜 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我是想提醒你 梅成仙虽然有很多的不适 可是他能在军统 坐上区长这个位子 就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这个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才希望跟你合作 我们两个绑在一起 没成仙就不算什么 当然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尽力而为 林处长 那我就直说了 我想 见一见我母亲 这可 真是无能为力了 没有美姑子的命令 谁也不敢擅自做主 让你前去探望 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母亲确实一切安好 没受什么委屈 这人都被关在监狱里了 怎么能叫没受什么委屈呢 这件事情就算你答应我 我又怎么能想办法 甩到门外那两条狗啊 除了这事 别的事我都可以帮你 谢谢 林处长 我母亲特别喜欢吃 同济包子铺的灌汤包 我在想 我要不要隔三差五地 给他买一点儿 也算是我当儿子的 尽得一分孝心 这倒是小事情 谢谢丁处长 张昆这几天表现得怎么样 中规中举 既不积极表现 也没露出什么破的 美骨子科长 在中国有一种驯服猎鹰的方式 叫做熬鹰 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一只好的猎鹰 开始都是桀骜不驯 但是一旦被驯服 便会绝对效忠主人 所以我还要劝你 如果没有把握 应该及早下决断 即使你对张昆没有信心 也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吧 对军统的铲除行动 要趁热打体 尽快扩大战果 好 我一定不会让您 和滕条司令长官失望的 大左阁下 科长 这次行动战果如何 击毙一名或捉一名 怎么回事 军统现在大多潜伏或撤离了 能取得这个战果 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说都是那个战果 好了 这个事情张昆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反倒是你 没有及时提供这些情报 才会导致今日的困局 是我当时乱了分寸 没弄清楚 不过科长 对帮张昆脱困的游击队 你就没有兴趣吗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事情没有张昆说得那么简单 是 到我办公室细说 是 坐吧 你认为 张昆和游击队之间有联系 科长英明 张昆说碰巧被游击队解救 我回去以后仔细分析 那天游击队的解救行动 分明是提前做了 周密的计划与安排 嗯 那天游击队声东击西 我都上了他们的当 张昆在租界当探长的时候 很有可能跟地下当 有些基础 北京的文件 cheaper 定处长 马上带着张昆到我办公室来 没骨子让我过去 不过听语气 倒不像是有什么事情 李承仙在那里 能不成 他又闹什么妖蛾子了 菜也没用 该去啊还是要去 对 走吧 蔡兰 别看了 就算我可可在车上 他也不能下来跟我们见面 我知道 我只是想着也许能见他一面 怎么现在外面 到处张怪我色旗了 这是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旗帜 租借当局怎么会 同意呢 也许朱先生知道 赶紧过去吧 张怪 你瞧瞧外面 你知道我最佩服哪种人吗 商人 真正懂得什么叫逝者生存 并且将之发挥到极致的 就是商人 丁处长有话就直说 咱们俩之间 没有必要拐弯抹角的 那你觉得我说的没有道理 逝者生存 这个道理永远都不会错的 南京政府管辖的区域 已经快要超过重庆了 别看现在很多人 骂我们是汉奸 也许过几年 他们就该感谢我们提前给中国人 找了一条出路 那几十年 又或者几百年以后呢 那个时候的人会怎么看我们 那我就管不着了 我也没考虑那么远 我现在只想把我妈救出来 要是连孝顺都做不到的话 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其他的 你倒总有自己的见解 先顾好眼前 倒也是很重要的 书上说得是 是 二位来了 来了 朱先生没来吗 他有事在忙 不过让我通知你们 就目前情况来看 敌人并没有注意到你们 总是在外面 家里人难免起疑心 所以 让你们明天回唐家去 这么说 危机解除了 只要日本人一天不离开中国 危机就永远解除不了 回去以后 一切要多加小心在意 那一米那边 朱先生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一米 我们可以为他提供保护 但是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这边的详细情况 尤其是朱先生的身份 和这边的联络点 军统人员参差不起 万一情报泄露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明白 我会跟他说明情况的 那我们先走了 军火库的事情 上次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 他们救我只是偶然 并没有提前联系 这件事情 存在太多的疑点 你的解释也不够充分呢 如果提前有联系的话 我又怎么会损失那么多人手呢 科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 分明是有人在故意挑逐 怎么 丁处长 看来 你对张坤很是信任 那你愿不愿意 用性命为张坤担保 嗯 科长只是让张坤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丁处长何必如此紧张呢 科长 如果我有共产党的情报的话 我一定会拿它作为 交换我母亲的条件 我又何必让自己 现在这么被动 嗯 那这么说来 好像还有几分道理 为什么科长对梅成仙 这么容易就相信了 而对我 又迟迟不肯相信呢 你跟他 有太多的不同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没看脱了 或许是科长 保想得太复杂了 是吗 那你就应该用你的行动 来证明你的忠诚 不会的 没助理 回去之后把投诚过来的军统名单 整理好交给我 不是 你要这个做什么 废话 我是阵级处处长 阵级处的所有人员 当然要归我全权调配 处长 这些人都是我招降过来的 分配到其他地方 未必会服从指挥呀 那就不是诚心归降 对这些人 要严加甄别才对 难道你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为他们的忠诚担保吗 好 我回去以后 马上整理病单 我们走 我走 夜如此长 又何妨大无迷茫 是尘尘是魂 压抑的余光 一世的浓堂 俘身幻想 泪流到春天 雪的伪装 我不曾用心感受阳光 就不会遗憾 黑暗的凄凉 不得海族 难免彷徨 命运在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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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一个下走 几方闪亮 她不曾缠绝 她不曾缠绝 世间的肮脏 任年华老去 不许感伤 岁月在映尝 你是阳光 岛月在沙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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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